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NIO98电台 非常欢迎您收听 一点兆新闻 我是杨兆 礼拜二来为大家介绍一本特别的书 非常难得的书 这是英海光夏军录书信录 这是台大出版中心 他们整理英海光先生全集当中的第18册 更难得的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就是 英师母夏军录女士 师母晚安 呃 陈寗师母应该可以了 虽然我们来不及见到英老师 但是毕竟在年轻的时候 读过英老师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想也受了他很多的影响 那么这一本英海光跟夏军录的书信录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您写给英老师的信 那这个我想是你们当时 这个漫长的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些私人的记录 是在什么样的想法底下 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您同意让英老师跟你的这些来往的书信 可以公开让我们阅读呢 哦 这个书信的出版的 嗯 经过我稍微讲一讲 最最初是我先生一个学生叫做陈宏珍先生 他鼓励我写一个自传 他说英师母你应该写个自传 是 那么我当时也答应了 我说等我退休呢 我就来写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工作 我退休了以后呢 那是1991年 嗯 结果十年以后呢 我才写了五小章 后来就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了嘛 嗯 但是陈先生陈宏珍先生一直鼓励我 然后又又又又要我的女儿来帮忙我啊 或者是录音啊 或者用别的方法 但是都没有成功 嗯 因为我也不会写作 写的后来就写不下去 呃录音也录的后来也是很很凌乱 后来我都放弃了 放弃了呢 那么我女儿呢 就是呃 就是去年 去年他在一月的时候 他就突然把我 嗯 收藏的这个 古老的信件啊 在一个纸盒子里 嗯 他就把它翻出来 还有我的日记 哦 他一看了以后 他就觉得很珍贵 嗯 嗯 所以女儿英文类 他之前没有看过这些信 没有看过 他也都没有看过 我一直收封了 四五十年没有 那个盒子没有 包括你自己也没有 我自己也没有 也没有动过 所以那当然女儿看了以后 包括看到爸爸的这些手笔 是是 一定会非常感动 他就看了很感动 他说啊 这个要不要你 你把这个书信发表 嗯 代替你的这个自传 自传 哎 我一听不要写自传 我就很高兴 我说 但是我 我写的文字很不通顺啊 很 就是 不是那么好 我说只登巴巴的行不行 他说那不行 这个书信一定要相对 只看一方面 没有什么意思嘛 后来我们就跟陈鸿正先生说 陈鸿正先生也很非常鼓励 说很好啊 把这个书信录把它发表出来 所以他就告诉英文里 他说你 今年底一定要把它都打好 都打好 十二月底要要交 把全部交出来 所以我女儿就 就在那个汽车房里面 因为我们家里很小 他就在汽车房里面 在弄一个桌子 就开始每天 每天打 所以他一个字一个字吧 一个字一字 包括辨识了 辨识这些字 而且我就发现就是说 包括你们随手写 也许有一些笔物 简单的那种字 他都还是把它留着 但是挂号吧 差不多打了一年 不过按到时间是交出来了 不过他当然也跟台大的出版社 常常互动 彼此用email来商量很多事情 不过大家两方面都是很有效力 什么来回都很快 不过英师姆你太客气 太谦虚了 我可以让我的听众朋友 这个做见证 然后英师姆说他不太会写 会不通顺 我念一段就知道了 就是说 这是英师姆写给英老师的信 而且这是还蛮早的是 1947年的时候 那时候如果我的算法没有错的话 其实师姆你还不到20岁吗 快满还不到20岁的时候的信 容我念一段好不好 在黄角牙 我顶喜欢在夜深读书 我老是把功课留着 直到人都睡尽了 那才是我工作的开始 我静静的做 如同深夜一般 我不要去亲属 那草丛的丛 那草丛的丛名 山上的松涛 有时从森林的深处 清脆的传来 哀怨杜鹃体 从自然毫不有阻碍的传达到 我的耳边 这时你也许会感到有些害怕 但是这有什么呢 安静更加倍赐予你 幻想 那么一切都忘了 很美的文字啊 很棒的文字啊 谢谢 谢谢你 我们是不是从头说起 这个整个故事要从1945年开始说起 您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认识了银海光先生呢 那时候我们家 我跟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堂哥 就是住在四川 那个南岸 叫做南岸啊 从军 那时候不是 蒋介石号召这个 十万青年十万军 是 他就去从军了 从军了嘛 就被派到印度去受训 但是还没有受训完呢 抗战就胜利 日本投降了 所以他就回来 回来他也没有去再读书 因为他那时候在 在新华哲学研究所 读书 后来就他急得要救国 他要回来就是要想找工作 那他到了重庆没有地方住呢 我的姐姐三姐呢 也在西南年大读书 所以就介绍他 他说你先可以住在我们家 所以呢 那就是 我的日子上 信上是有的 他那天就来到我们家嘛 来到我们家 我就看见他了 我就去爱上他了 1945年11月4号 那是你第一次碰到 当时的音符生 然后那时候你才17岁 对对对 但你就已经 做了这身最重要的决定了 是是 为什么 这个真的很有趣 当然我知道 我觉得爱情没有理由 没有办法解释 对不对 因为英海关也不是长得很高 也不是长得很漂亮 但是他很有过性 他的那个眼神 还有他的那个 桀骜不拘的那种 就是很吸引 很吸引人 其实英老师的这个个性是很有名 很有名 他方方正正一切东西讲究逻辑 一切东西都要有道理 包括他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思想也要 思想都对 思想都说逻辑 我这个人思想是没有逻辑的 所以他常常被他指责 说你怎么讲话都没有逻辑 那你 但是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到底他最吸引你 或者是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了 难道真的就是他这种 很多人认为不尽情理的这种 这种和逻辑的 很多人 他也说 他说没有任何女人会爱我 只有你才会爱我 这搞不好是事实 人家都对 大概受不了他 但是我 我总觉得他 不知道 我就是因为 这就是爱 爱是没有理由的 也没有回报的 那我一直想 他现在年轻 等他老了 一定会变得比较温柔 比较更可爱 这是我那时候的幻想 但是后来你就发现 他到30岁到40岁 他更刚硬了 更刚硬 是啊 遭遇到 那时候他 他要跟这个 二十里斗 那这本书里面 收的是从 最早一篇是你1945年的 那是日记了 那开始写信是 就是从1946年开始写信 是不是 是 然后到了 我们看到是到1955年 这中间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 那你自己有重新 回头看这些书信吗 我很少 很少 那这次编书的时候应该是 这次编书才又重新看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 然后在这书信里 又使我回忆起来 例如说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很久都不记得了 但是看到这些信又想起来了 好比说是 我回到乡下 遇到一些事情 讲一些我在乡下的那些事情 我后来都忘了 我是住在乡下 因为暑假寒假都会回到那个湖北的乡下 那那个我很喜欢在乡下 所以那个就回忆到以前那个在乡下的生活 就是很美 很好 那那个时候的 你现在回头看这些信 尤其是阴海光写给你的信 他在信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也很早很少 或者是很久没有想起来 但因为重读了这些信 又重新看到他那个人 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东西 对 你说这个提出来很好 我就是最近又重读 我就觉得 他怎么会看上我 喜欢我 我觉得我不配他 然后呢 他写文字是那么紧言 那么流利那么好 我写的那么 他居然还把我的信当作宝贝来看待 我还是觉得你的信写的很好 是 我就觉得当时不觉得 这只是希望只要写信跟他 能够能够reach到他就好了 现在我想到 他怎么那么爱我写的不通的信 就很感动 感动就是说 他实在是也是很爱我 那在当时 我想在跟英老师通信 然后到后来结婚 你有遇见到 或者在什么时候 你开始感觉到 你可能跟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那因为这样 你的生活跟你同辈的其他的女孩子 其他的女朋友 其他的妻子 可能会很不一样吗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有 大概是什么时候 然后你当时 究竟会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 因为我们看 英海光 那就会很快的感觉到 他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那作为一个爱上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人 到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不会犹豫 或者是不会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 开始有点害怕吗 我就是一心 就是只希望跟他能够在一起 有一阵 那个时候不是逼迫他吗 他就 就是好像有什么计划 他说 要不然你就先出国 我们以后再慢慢的恢复 他一说这句话 根本只是一个话 我先出国也不可能 我当时一想要离开他 我马上就大哭起来了 好像简直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看 看起来我们会觉得 殷师母好像很多情很软弱 还有我是因为他一直受迫害 那时候所有的国民党的报纸 围攻他 罵他 我总觉得他很可怜 是 我说我假如再不爱他 再不保护他 安慰他 支持他的话 他实在是一个很孤单 很可怜的 我总觉得他很可怜 所以他很 他虽然的心里很刚强 很能够跟这个 我势力斗 但是我总觉得他很可怜 我听说 包括他的学生 像林玉生先生 所写的很多的资料 回忆 殷先生好像是他在生活上面 其实他不太能够自己处理的一个人 这当然有可能是说 殷先生他因为绝大部分的时候 他脑袋里面在想他的事情 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因为 大部分的事情都你帮他处理了 因此他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事 包括我听说 他连接个电话对他来讲 都是一些很困难的事 真的有这个事吗 是真的 他要做什么买什么 我都是替他买 他不是做水泥工吗 我们那个院子 那水泥都是我去买 放在单车后面 骑来骑去的 很重哦 水泥 那当然了 还有有时候他要做那个 在山上要做那个栏杆 那个木头啊 就是树的木头 很长很长 我就把两个木头 绑到我的单车后面 这样子骑回来 骑回来 他不满意 他说我这个摆的不对 我又马上骑回去 再又换 换他满意的 他叫我做什么 我一定做 但是我觉得不 从来不会说 你不满意我做 你自己去做 我从来不说这种话 这两个人在相处当中 不会有意见不合 或者意见不同的时候吗 当然也有 不过 不过我总是 因为他比我大九岁嘛 是 而且我假要跟他辩论 永远是输的 那当然 谁跟他辩论都输了 所以 所以我不敢跟他辩论 我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妻子 但是我相信 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远比 殷师母刚刚所说的 需要更大的勇气 或者是更大的韧性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那一段时间当中 从自由中国的后期 大概1958 59年开始 然后更不要讲说 到了1960年以后 国民党用这种方式 迫害殷先生殷老师 你自己没有感觉到 那种迫害的可怕 或者是那种环境底下的紧张吗 有啊 我常常怕那个吉普车来 吉普车来 我就是怕他来 把我先生抓走 因为他们常常坐那个吉普车 还有一次讲经过 请我先生吃饭 我就怕去一去就不归了 那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小的房间 反正每个房间都很小 有一个书架 书架底下有一个木头的小小台子 那个小台子本来也是放书的 后来我们就坐了一个小船 睡在那里 我就睡觉我就睡在那里 那里上面也有盖子 然后那个床也很窄 我就睡的时候 我就像睡在坟墓里面一样 就是不能翻身的那样的一个 我就希望我说我明天不要醒来 我不要面对明天 我就是有那个愿望 因为每天都要面对那些苦难嘛 遭遇 那是仍然是对于老师的爱情 支撑你这样过来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 我想是 还有我是信耶稣的 我是个基督徒 当然为祷告 为我的先生祷告 我也很多事情祷告 神的力量也会支持 所以我想这种宗教信仰 应该也有很大的帮忙 今天在节目现场 真的非常难得 为大家要访的是夏俊璐女士 也就是殷海光先生的殷师母 那么在台湾出版的中心 刚刚把殷海光全集的第18集 殷海光夏俊璐书信录 刚刚出版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我看到我们下期间的